这是日本爆火的耳光餐厅 客人用餐前必须接受美女服务员的扇耳光服务 这些美女扇的越用力 顾客就越兴奋 所以美女服务员就会使出全身力气 挥圆了巴掌使劲扇 而客人被扇后不仅不生气 反倒是感觉心情舒畅 浑身爽 事后还会向对方表示感谢 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客人 挤破脑袋往店里跑 心甘情愿的排队等着挨打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来这里消费的不仅有男性 还有很多女顾客慕名而来 被打后他们会感觉非常放松 生活的压力仿佛烟消云散 刚开始店里只有一个女服务员扇耳光 每位顾客进店只能被扇一个耳光 没想到后期打着打着 顾客们全都上瘾了 纷纷表示一个耳光不过瘾 要求增加扇耳光次数 无奈老板娘只好增派人手 专门请了好几个美女服务员负责扇耳光 但就在几个月前 这还是一家快要倒闭的餐厅 老板娘为了把它盘活 于是便想出了山耳光这种奇葩营销服务 没想到这种服务已经推出 每天来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 在当地变成了一种特色服务 因为山耳光服务太过火爆 餐厅里总是人满为患 老板娘不得不把免费的山耳光服务 提高到一个耳光100元 如果想指定某个店员 还需要单独支付500元 没想到这项制度实施后 餐厅里的生意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反倒是更加火爆 这时老板娘将这项制度再次升级 推出女顾客进店付费后 可以当一次服务员 去山店里的男顾客 体验扇别人耳光的快感 老板娘这种奇葩营销方式 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友情提示 本视频仅供娱乐 这仅仅是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 请大家切勿模仿 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式体验下这种服务吧